建議投資者現在可以留意港交所388 港交所其實近期股價不是太理想 最主要是見到港股交投相對比較疏落 新股市場亦比較暗淡 但以短期因素來看就不代表長期趨勢 始終港交所未來仍會有一些新的政策推出 包括FINI新股優化的制度 及SPEC,包括一些空洋公司上市等等 與其對一些新股IPO的收入 或是未來北水的流入 我相信長遠來說是一個比較正常的支持 投資者不妨趁現在股價 短線有一個回落到大概450元的水平 做一個長線留意的機會 如果說買入價的話 投資者可以視乎大概450元至455元 這些位置市底買入 如果目標價可以放在520元 至於止虧位可以放在420元 再es三個月 至於… 至於… 天下 等於… 至於… 缺件